语文鱼 语文学和语文护呢 这 这是见鬼了 对了 导师给忘了 我现在应该也是鬼 费什么话 若不是始皇有令 我这回定将你随师万段 南北朝到底还有多久 一天来一个 这还怎么出城 我 你大爷的 我只想锁句 我不能锁 再也屁我 后世语文鱼拜见始皇 拜见汉高帝 起来吧 谢始皇 任且问你 你北周第一任皇帝呢 回始皇 第一任皇帝是我弟弟宇文爵 我爹宇文太家崩前 将设帝托付给丛兄宇文护 宇文护手揽大权 缠杀元阔 童年又杀了设帝 我虽为长子 可乃述出 宇文爵乃是嫡子 所以一开始皇位轮不到我 而在位期间 我历经图治 但宇文护露乱朝纲 我本想将其打压 但失败了 导致被杀 可惜了 看来是打不成了 后世知晓 不会为乃宇文遇淡 北齐第二任皇帝乃齐贝地高音 高音是个宽然明君 在位不满一年 便被以高音 高战为首的势力起零窜了 夺了侄儿高音的皇位 高音即位后 任用贤能 大礼屯田 光设粮仓 亲征北陶库墨西 北出长城 退地千里 文治武功兼胜 而即位后出于政治厉害 杀了高音 而后导致内心愧疚 觉得愧对兄长高杨 日日不能眠 高音定重 临终前布设幼子遭高战夺位 于是费了太子位 改立高战为处军 而后高音客人尝试 终年二十七岁 这操作有点东西 为了儿女不悲杀 只借于先把黄威送了出去 可惜了 英年早逝 既然来了这里 就不用再想前世的事了 众谋 去给他安排个房间吧 多谢始皇 始皇 请问为何不见我皇兄高杨啊 我想和他道生怯 众谋 带他去见见吧 诺 吴帝先祖 我兄长他 不急 一会你便知晓 嗯 他怎么是站着进来的 我不服 你压的是屁股又不疼了吗 那就接着打剩下的 人家是明君 以为谁都像你 你 你夺了我儿皇位 你压的 一惊一乍干嘛 吓老子一跳 大哥误怪 小杨这就给你搂搂 压压惊 嗯 啊 啊 啊 造孽 老天为何如此这么哦 死都死了 还让我来到这 被杖刑就算了 连住的地方都得 之后一堆精神失常的皇帝 呃 甚是无趣 围城娱乐活动这么多 还无趣 要不咱看电视去 不了 看久了 朕都觉得眼花 刘老三 要不咱出城走走 还是别了吧 如今新皇来的速度 比南北朝前期还要快 一天一个的 今天不就没来吗 你说不去 朕偏要拉着你去 围城现在继续房屋建造 他们也愁不开身呢 就只带上亥儿 其他人继续干活 我们三人重温一次围城除气 父皇 您不是说这段时间 假期造访 不出城吗 也以为朕没看见 你仗着自己辈份高 刘恒不敢说你 你那根没干多少活 父 父皇 这都是王莽带头的 他说这叫墨鱼 还说上班不墨鱼 思想有问题 等朕回来 赏他十个板子 愣着作甚 则 父皇 都走一株香有鱼了吧 怎么还没走出这树林 再走走看 是恐龙 应该没错 王莽说过 霸王龙是一种极为凶悍的食肉恐龙 反而还有食材的奇迹恐龙 皆是数千万年 乃至数亿年前的生命 父皇 你看那个长脖子的巨物 要是将它带回城 少说能吃一个月啊 没错 你那龙主也绝对不小 进来 怎么回事 看来这些巨物 定是被我父皇鹦鹉风姿 所吓到了 胡者神明 看哪里 真哥 我们苏真苏绝 抓一头恐龙 赶紧回城 好 好 好